今天在马拉加的几处海滩 有举办国际风筝节的活动 有给孩子们制作风筝的活动 也有特技风筝的表演哦 坐在海滩旁的水泥墩上 看着来自不同国家的 专业操控风筝的技术人员 一组一组的风筝表演 配合着音乐 是我最喜欢的部分哦 海滩上的特技风筝表演区旁 围了满满的人哦 演出结束后 风筝表演者很有童心 故意让风筝在孩子们身边飞来飞去 风筝忽高忽低忽左忽右 孩子们都追逐着风筝 试图要摸到风筝 看到一群可爱的孩子天真的在沙滩上跑着 真是很美好的一幅画面 表演结束时 主持人除了感谢表演者的演出 也感谢所有的观众都很遵守规范 在演出期间没有越过他们规划的安全线 让表演者可以安心的表演 好好在这片美丽的沙滩上 尽情的享受着操控风筝的快乐 我在观赏的时候 一群孩子在我的脚边挖沙坑 有个孩子开足马力将沙往后拨 就听见他们的家长说 不要这么大力挖 这样沙子会泼到别人 还有坐在旁边的观众 他的小狗趁主人不注意过来跟我玩 隔壁的主人马上将狗拉回 并且很不好意思的向我道歉 觉得他的狗影响到我了 能在人人有教养的环境欣赏演出 真的是会让人感到特别开心 特别舒服哦 能够真的好好享受这个表演 感觉竞技风筝的专业人员们 也很享受放风筝的过程哦 因为早已过了活动时间 但是他们全部聚在一起 跟着大声放送的西班牙音乐 快乐地操控着风筝哦 我看着一起飞舞的风筝 像是我前几天看到一群燕子 一起在空中飞舞的样子 很美 我很惊讶 这些表演人员都来自不同的地方 还能配合得这么好 不知道事前有没有全员一起排演过 感觉在观众享受着他们的表演的同时 他们也很享受跟着其他专业人员 一起放风筝的感觉哦 今天的海滩上有许多快乐的孩子 这次在马拉加海滩上举办的国际风筝节 是个让表演者和观众都开心的活动 非常的成功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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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